诗篇第92篇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期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除类人不晓得 欲玩人也不明白 恶人冒胜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 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油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 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妄如棕树 生长如篱笆嫩的香薄树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妄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义 阿们 诗篇第90篇到20篇 透过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的发展 即重复的字词连接成为一体 那在这三篇诗篇 带领敬拜者从默想生命的无常 90篇 以及智慧的呼召 91篇 到欢庆 神拯救 而互辟 达到这个高潮 就是今天的92篇 那今天的诗篇 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赞美至高者的赞美诗 一节到二节 然后第二部分也是今天诗篇的主题里面 就是四节到最后到十五节 那这个部分呢 同样也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ABBA这样的结构 四节到五节 谈到了因神的工作而欢呼 然后十二节到十五节 就谈到了义人的发望 实际上他俩谈到都是一个内容 前面谈到神的工作 后面是义人是因着神的作为而发望 然后B就谈到了于完人的审判及高举 六节到八节谈到了于完人的审判及高举 然后九节到十一节谈到了神的审判和高举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就形成了一个对比 神的作为使义人发望 同样也是神的作为使那些于完人 遭到审判 而唯有神和那些敬畏神的人 蒙高举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赞美至高者的赞美是一节到三节里面谈到 一节里面先谈 连续出现了这样的三个词 称谢 歌颂 传扬 传扬 其实他们都是进一词 称谢耶华 歌颂至高者的名 然后传扬你的慈爱 传扬你的信实 重点是这本为美事 那这里面说到了什么呢 这里说到了诗人在称颂 耶华 称颂至高者 前面我们说到了 谈到了至高者 强调神是创造造物主 他的能力 耶华强调神的救赎 他的恩约 他的信实和慈爱 所以诗人在这里面称颂神的统治 称颂神的拯救 称颂神的慈爱和信实 那这里面就是谈了 称谢 歌颂 传扬 都是表达 诗人因着认识神 认识神是慈爱的 信实的 守约的 至高的 有大能的 拯救者 前面说到了 九十一篇 是智慧的护照 让他们去寻求神的帮助 那这里面 九十二篇就谈到了诗人 因着获得神的护辟和帮助 而称颂神 那称颂的也是呼求的名字 跟九十一篇 九十一篇是对应的 耶华至高者 同时提到了这两个名字 然后特别也谈到了 传扬神的慈爱和信实 这里面我们看到 用 用 我特意标出来这个颜色 称谢神的方式怎么样呢 他们谈到了乐器 用实弦的乐器和色 用琴弹优雅的声音 这里面就谈到了 上帝安排立位人 在圣殿里面 去赞美神的这样的场景 在那里面谈琴称颂神 就约属于就约仪式范围 里面的领域 然后也谈到了这个方式 然后也谈到了时间的问题 早晨 每夜 从早到晚 就是时常纪念 一天从早晨到晚上 都在传扬神的慈爱 谈到了这里面 因着他们认识神 因着他们领受了神的这样的恩典 因此他们发自内心 心被恩感就去称颂 歌颂 去传扬神 无论是用乐器 还是用他们的口 去诉说神 他的慈爱和信实 在这里面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上帝的创造 上帝的救赎 无论是至高者创造 还是耶和华拯救 其实对于旧约 以色列百姓 对应的是新约的教会 亚伯拉之约里面包含 以色列当中神的选民 和列邦当中神的选民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神呼召他们 创造他们救赎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礼拜神 称颂神 歌颂神 传扬神的作为 上帝先拣选亚伯拉 和他的后裔 就是要扶林万邦 在列邦当中去呼召 在亚当诸多的 亚当的堕落的后裔里面 去呼召那些真正属他的人 来敬拜他 来遵从他 实现上帝 远处造亚当的那个目的 就是让他忠心地去敬拜神 侍奉神 遵行他的命令 来实现尊荣神 荣耀神 传扬神的这个目的 那亚当堕落之后呢 上帝就在列祖当中 去呼召那些真正蒙约的子女 来实现 恢复那个创造 和达成那个救赎的目的 所以第一次创造堕落 第二次创造 救赎是为了重新恢复 原初第一次创造的目的 不是要恢复 原初创造时的状态 而是要恢复 原初创造时的目的 亚当因着堕落 在这个目的上失败了 但是 末后的亚当基督 旧约里面 所有的预表 象征指向那位基督 新约里实践了 透过救赎 第二次创造 就是要恢复 那个以上帝为中心 尊荣上帝 生活 行为 说话 行事为人 都以上帝为中心的 这样的生活 来荣耀神 尊荣神 就是创造和救赎的目的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 因着他们处在堕落的状态 蒙了救赎 蒙了呼召 结果 传扬的就是神的慈爱 因为上帝在恩约里面 在救恩里面 彰显出的那个爱 虽然在创造里面 彰显的爱 但是因着人的堕落 人无法认识到这种爱 但是透过救赎 透过救赎 恢复 然后人们在救赎里面 经历到上帝 施给那个罪人 不配的那个恩典 不配得的恩典 彰显出的那个慈爱 让人感受到 这个慈爱的同时 人们才透过救赎 才能够认识神的创造 在创造里面 发现神的 父亲般的慈爱 不仅如此传扬他的信实 这个信实是强调神的诚实 上帝信实守约 上帝曾经应许亚巴拉恩 的那个应许 那个救赎之约 同样在后代的子孙当中 得以成就 就是因为上帝是信实守约的 在以色列百姓 在埃及当中住了四百多年之后 他们根本就忘记了 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 忘记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 但是 因着神的信实 上帝兴起环境 他们受苦 呼求神的时候 上帝就预备了 已经准备好的八十岁的摩西 在以色列百姓为呼求的时候 神已经让摩西出生 预备他 在埃及接受 王宫当中 接受四十年最好的教育和装备 然后到四十岁之后 在米甸旷野又训练他 装备他 使他不靠自己 专靠神 在他觉得自己最不能的时候 上帝使用他 让他靠着神的能力去实行拯救 八十岁的摩西 正好预备好的摩西 就是在以色列百姓感到命苦 呼求神的时候 上帝就打发他 在最恰当的时刻 都是因为神的信实 所以当大家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只看见表曼现象 好像上帝只不过是回应了 以色列人的呼求 结果这种救恩 好像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祷告 摩西才出现一样 大错特错 仔细读的时候 其实都是上帝是实行拯救的主 在以色列百姓还未曾忘记神的时候 上帝不忘记 所以上帝对他们说 我因着纪念我 向你们祖宗亚伯兰所立的约 我详弃了他的约 纪念他的约 所以来实行拯救 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 祷告了神才实行拯救 而是因为上帝要实行拯救 也预备他们的心 让他们呼求神 然后上帝就在最恰当的时候 实行拯救 所以这里面词爱和信实 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 我们今天也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爱 在基督里爱我们的爱 所以打发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 上帝也因着他信实的信实 在旧约当中所应许的 在新约里面得以成就 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 因着信成了亚伯拉罕之约 那个蒙应许的子女 所以我们今天也应当送赞他 歌颂他 传扬他 那歌颂他 颂赞他 传扬他之前 重要的是你要认识他 你要认识他是一额华 他的慈爱 他的信实 你要不在福音里 在基督里看不见上帝的慈爱和信实的话 不被他的信实 被他的慈爱所感动的话 你如何去称颂他呢 那么我们的歌唱 我们的赞美 顶多也就是我喜欢唱唱歌 我唱唱我喜欢的歌 我在唱歌的过程当中 寻求我自己的满足而已 或者说我们有口无心的 只不过旅行一下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要来礼拜 我唱的时候 我连歌词里面的意思 我都没有体会 只不过跟着旋律 有口无心的去唱一些歌曲而已 所以真正的礼拜 是因着认识 认识神的恩慈 认识神的性质 认识神的救恩 被他的恩所感动来称颂他 因着认识他而称颂他 发现他是配得称颂 配得尊崇的 所以我们叫做尊荣他 将那个该受的尊荣 那个分量 那个重量归给他 所以我们叫荣耀神 荣耀归给神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称颂 表面是行为 用情早晨门夜 但是背后是 里面隐藏着的是 我们对神的真正的恩典的体验和认识 没有这样的恩典的体验和认识 我们是不可能发自内心 真正的向神称颂他的信誓和慈爱 那这里面说到了 这事 这本为美事 就是指我们对他的称颂歌颂传扬 这件事情本身是美的 希伯来语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美事 善事是指 就是创造里面上帝创造一切 创造要有光 神看着光是top 神看着人 被造的是甚好 top 神看着原处那个按照神的旨意 一切按照神的旨意成就的那个被造物 无论是日月星辰 自然界还是人 上帝看着按着他旨意所成就的都是top 为什么 上帝是那个至高的top 他所行的也尽都是善的 凡按着他的美善的旨意所成就的那个事 也是善的 当人被造的人 按着上帝的计划去传扬 照着神配得的应得的颂赞荣荣耀 称谢传扬 去歌颂他 去传扬他的美德的时候 这本身就是善的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按着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 这本身才是蒙生喜悦的善 这就是基督教里面所讲的善 神是至高的善 他所定的美好的旨意 出于他的心意的命令 吩咐都是善的 然后当人照着他的命令和旨意去行的时候 一致的时候 按着他创造的原理和道德的原理 自然法和道德法去生活的时候 这就是善 所以弟兄姊妹 你们要想过一个蒙生喜悦 被上帝看为善的生活吗 认识他 明白他的旨意 被他的爱所吸引和激励 去过一个真正尊荣神 顺从他的命令 去传扬他 去敬拜他 心里面尊神伟大的生活 这才是蒙生喜悦的 被看为善的生活 与之相反的就是偏心己路 没有神的真理 不认识神 不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 我们随着自己的心意去生活 圣经里形容的就是 无知的罗马 在旷野里面狂奔的野兽一样 是不能成为善的 无论在人的角度 在社会的这个层面 无论他多么的热心去生活 多么有梦想等等 如果他不遵信神的旨意 没有在神的旨意里面去 为按着神所期待的 所喜悦的去生活的话 那个人生就是不能成为善 所以赞美至高神的赞美是 这就像一个总论一样 然后紧接着呢 就具体的谈到了 他感谢的那个赞美 他感谢的原因什么呢 四节到五节里面说到 因神的工作而欢呼神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中的工作欢呼 这里面谈到了诗人 如此赞美传扬敬拜神的目的 原因是因为耶和华 借着他的作为 你手中的工作 也就是说因着上帝的作为 因上帝的工作而称颂神 诗人在称颂神的作为 称颂他手中的工作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何其神 神的计划 神的意念 神的作为 前面说到神的慈爱 信实 是说到神的属性 上帝透过他的名字 将他自己启示出来 这些名字都不是人 自己编给神的 都是上帝主动向我们启示的 向我们显明的 所以我们照着上帝所启示的 去认识他 上帝向我们显明 他是慈爱的 上帝向我们显明 他是信实的 而这种信实和慈爱 也正是这种属性 是借着他的作为 显明出来的 上帝透过他的创造 为什么六日创造 虽然这个不是科学实验室里面的 那个工作报告 但是上帝透过他创造的 秩序和作为里面 向我们显明了 他是有秩序的 他是慈爱的 因为他创造里面充满了秩序 先造了条件 空间 光 水 陆地 然后又充满里面 水里面有生物 空中有生物 空间里面充满这样的星辰 而且那星辰也特别强调 是为了分别节气 为了地球上的人而活 当然这个启示的目的 不是从天文学 纯粹的自然科学和运动学角度 是透过宗教性的 神学性的启示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赐赐给我们的 所以透过神的作为 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慈爱和信誓 借着神的作为 就像我们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我们知道父的爱 基督的顺从 基督对我们的爱 等等鲜活地 将那个住在人不可靠近的光中的 那个自隐的上帝 他的本性 借着他的作为 创造作为和救赎作为 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透过读他的话 他启示出来的 记住在圣经当中 神的作为 神的教导 让我们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所以诗人因着获得神的这样的启示 知道神的作为 知道神的作为 透过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这些属性 所以去称颂神 十二节到十五节也说到了 那个因着神的作为 一人对法王 我们稍后再谈 我们看第二部分 就是于完人的审判 其高举 这里面谈到六节到八节 说到除类人 淤丸人 恶人 作孽之人 其实都是同一类人 不同角度 他们没有理性 就像牲畜一样 牲畜和人 根本的区别 不是外在形体上 血液的颜色上 都是红色 没有什么区别 形体上甚至相似 都有四肢 都吃 生理特征上也相似 甚至很多生活习惯相似 那么本质上的差别是什么 人有灵魂 特别是灵魂里面包含着神的形象 特别是理性 除类人 虽然是作为人 按着神的形象是被造的 但是活得像牲畜一样 为什么 他们不认识造物主 他们虽然有理性 但是是欲婉 心智昏昧 不晓得 不明白 所以他们被称为除类人 像动物一样 不能醒悟 不明白神的作为 像欲婉人一样 像心智顽固 刚硬的 愚蠢的人一样 不明白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特征 恶人 作孽之人 也谈到了他们的生命的 本质 特征 他们不明白 不晓得 前面我说到了 他们赞美这些敬畏神的人 认识神的人 因为他们认识神 所以他们在呈现神 知道神是神 知道神的慈爱和信誓 透过他的作为 透过他的启示 上帝透过他的作为 和他的话语启示 称颂神 照着神该受的敬畏 敬畏他 照着他该受的爱戴 去爱戴他 所以敬拜他 尊从他 这种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符合神创造和救赎的秩序 和目的 所以是美事 但是这些恶人 欲丸人 恶人是强调他们抵挡神 不顺从神 欲丸人是强调他们的顽梗 悖逆 除类人是强调他们的无知昏昧 不明白 不晓得 因为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不明白 过着这样的生活 作恶的 远离神的生活 他们的茂盛 也就如草一样 茂盛 这是旧约里面 新约里面 常常谈到的 他们的人生 看起来很恒同 很旺盛 很昌盛 很成功 但是最终 就他们的旺盛 不过就像草一样 草壁枯干 花壁掉蟹 这是诗篇第一篇 给整个诗篇 作为序论 已经定了 敬畏神的和不敬畏神的 愚丸人和谦卑人 义人和恶人 之间的差别 恶人虽然兴旺 但是他们最终 就不过是康疲一样 没有结果子 风一吹就散了 最终要在火里 作为废草燃烧 所以他们的旺盛 只不过是暂时的 金氏的 表面的 但是最终 这一切作孽的人 他们的发旺 也不过是他们 要灭亡的一种先兆而已 他们正发旺的时候 他们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的 他们在发旺的时候 反而狂傲地说 神在哪里呢 如果有神 看我这么不敬畏神 照样活得很好 我不用好好信耶稣 聪明的不得了 多有智慧呀 表面上还可以 混一混耶稣 获得一个敬虔的称号 然后实际上我 为耶稣也没有舍弃什么 世俗那一些 我照样追求 那些得罪神的 不敬虔的生活 我照样过 所以一方面 换得敬虔的美名 同时又赚得 这个世界上的享受 似乎好像两全其美 他们正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所以表面上昌盛 他们的昌盛不过像草 表面上发旺 不过是昙花一现 草就避枯干 花避凋谢 所以他们最终的结局 就是灭亡 与上帝永远的恩慈 和生命是隔绝的 在最终的审判的时候 他们要在永远的 硫磺火湖里面 受审判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相反的是 唯有你耶稣华是至高的 恶人他们自以为聪明 好像不敬畏神 好像得胜了神在哪里 欲丸人心里说 没有神 但是最终上帝仍然是得胜 上帝仍然是掌管一切的 超越的 上帝不被那些欲丸人 自以为聪明的人 恶人作孽的人所认识 因为上帝没有向他们施恩 施与能特殊的恩典 因此他们按着他们 上帝对他们的咒诅和审判 罪人的愚昧的心智 里面就不明白神的恩慈 反过来这些义人 他们正是蒙恩的对象 所以他们没有像这些愚昧人 欲丸人除类人恶人一样 留在那种不开窍不明白的当中 上帝反而施恩 连免向他们启示 所以苏醒他们的灵魂 这里面我们看到 九节到十一节里面解释了 你的仇敌 抵挡神的那些恶人灭亡 作孽的人也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同样是人 我为什么蒙恩 被高举 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意 我是被心由高了的 心由 象征着圣灵 蒙着圣灵的高膜 蒙着圣灵的更新 蒙着圣灵的光照 开启心窍 我才能够 眼睛得以看见 耳朵得以听见 仇敌遭报 看见恶人遭报 这种结局 是因为我们在福音的里面 才能看见的 按照天然人的角度 我们也是心知昏昧的 不晓得最终人的结局 但是因着上帝的启示 使我们心灵苏醒 认识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认识神的救恩 认识祂的作为 感谢祂称颂 同时也认识到恶人的悲惨 我们曾经如果不蒙神的怜悯 我们与那些恶人 淤丸人 除类人 作孽的人 神的仇敌 没有什么区别 上帝只不过施恩给我们 没有任凭我们 把我们从这种淤丸的人当中 拯救出来 光照我们 向我们显现 使我们心灵的一苏醒 使我们能够明白 祂的慈爱 使我们能够悔改 使我们看见祂的恩赐 同时也看见神 在恶人身上所行的审判 所以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听见 能够看见 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心有 圣灵的恩典 使我们灵魂的苏醒 我们才能看见恶人的结局 因此这种反差 使我们更加感激神的救恩 神的恩赐 神的怜悯 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罪人 既然蒙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怎能不向他感恩呢 我们是何等无能无用的人 我们就好比一根螺丝钉 卖铁不值钱 因为没有中 铁如果是整它几亿吨的话 也能卖点钱 但是一根螺丝钉 连一克都不到 小小的螺丝钉 除非它拧在 造它的那个人 或者购买它的那个人 所应该拧的那个位置上 才能够实现它的价值 丢在垃圾堆里面 渐渐地被腐蚀 氧化 就废掉了 消失了 但是只有它拧在 它该拧的位置上 它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所以小小的螺丝钉 卖钱不值钱 你买的时候也不值几个钱 当然我说的是日常当中 螺丝钉 不是什么航空母舰上 或者是太空飞船上的 某些关键的部件 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卑微 但是按照造物主的设计 当我们去照着造物主 给我们的位置 按照他的秩序 去生活地实现我们那个价值 虽然我们卑微 但是我们却是是善的 是美的 是可以实现我们人生价值的 因为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意义和位置 使命和护照都是出于神 所以试图离开神 寻找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意义是愚蠢的 这些恶人不意味着他们聪明 不聪明 他们很聪明 但是这种聪明 都是离弃神的 远离神的智慧 偏心己路的聪明 自以为是的聪明 结果他们聪明反被聪明 那我们这些人 蒙了神的光照 得以苏醒过来 才能够知道我们 敬拜神 才是善的 才是美的 这是我们存在 蒙恩 得救赎 应该有的 位置和态度 侍奉神 敬奉神 是我们作为人 最高的荣耀和价值和特权 作为神的儿女 最大的幸福 在敬拜神里面 在爱神里面 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种人才是真正 栽在心血旁的那样的人生 反之就是恶人 像除类 欲挽人 恶人 他们的结局就是不幸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恶 照着他们偏心己路 照着他们的欲挽 上帝审判他们 他们的人生虽然发旺 至终要灭亡 表面成就很高 最终人生不过像 昙花一现的 发旺的杂草一样 茂盛如草一样 他们的灭亡也是永远的 神的至高统治 尊荣也是永远远的 倘若 正像欲挽人 所想的那样 这个世界没有神的话 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生命运 我们的人生命运 都有我们来主宰 所有的价值判断 都有我们来权衡的话 那么他们是智慧的 但是问题 这里面说 唯有耶和华是至高的统治者 所有的世界万有 都是出于他 也是靠着他 也是为着他而存在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的空间 是我的地盘 我自己来做主 我自己来做王来决定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我们 自身之外寻求价值和意义 否则我们就成为 欲挽人和除类人 那么我所行的就是 抵挡神的 作恶的 即便你不杀人放火 但是你不敬畏神 不认识神 其实你所有想法 都是远离神的 都是跟没神关系 没关系的 所以都是作孽的 抵挡神的 不敬畏神的 不爱神的 都是抵挡神的 神是至高的统治主 直到永远 那些作恶的人 他们的审判 也是直到永远 相反 那些义人发妄 也是在神的店中 直到永永远远的 所以弟兄姊妹 诗篇实在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生的智慧 就像诗篇第一篇 所告诉我们一样 什么样的人生 是智慧的人生 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真正作为人 应该追求的 时时刻刻要保持高度警惕 反省 在神的话语 律法之下 智慧的邀请之下 不断地调整 我们的心思 目标 判断 到底我现在 行在什么样的路上 你就判断 我到底有没有信心 你就判断 我到底是不是 活在一个正路上 是一条生命的路上 是一条真正 神看为善 有价值 有意义的道路上 是不是在尊荣神 爱他 侍奉他 无论我们 在神的面前 一般恩宠里面 获得怎样的才感和位置 如果我们不爱神 不敬拜神 不侍奉神 不遵行他的旨意 那样的人生 就是草一般的人生 因为上帝的缘故 他是至高的神 所谓那些抵挡神 不认神的人 他们一定要受 他们该受的刑罚 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正路 没有照着他们存在 上帝赋予他们 应该有的位置 和人生去生活 所以有的人说 我们曾经说 他们灭亡 是因为他们不信 这样的话 就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 好像我们上帝 是自私的神 你不敬拜他 他就熟识你 实际上不是 他们之所以灭亡 是因为他们咎由自取 他们没有照着 上帝设计他们 应该有的人生去生活 偏行几路 作恶自取 咎由自取 当然灭亡是神审判的结果 但是上帝的审判 也是公义的 因为他们背离了神 所以对他们罪的审判的 结局是灭亡 因此上帝是公义的 所行的善是圣洁的 是公义的 是正直的 是诚实的 是良善的 所以你不能因为恶人受审判 就抱怨上帝不公平 正因为上帝的公义和公平 是他们才被审判 所以上帝是至高的 直到永远 因此恶人遭受审判 相反同时 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一人发亡 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至高的 同样因为神的缘故 恶人 按着他的公义被灭亡 同样因着神的缘故 上帝的慈爱和信实 使一人发望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黎巴嫩的香薄 他们在于烟花的殿中 发望在我神的院里 被安置在神的殿中 然后他们也同样发望 前面说到恶人发望 是不是 但是他们如草兴旺的时候 正是灭亡 反而一人发望 就好比棕树 黎巴嫩的香薄树一样 被安置在耶和华的殿中 耶和华的殿中 神的居所 神的同在 意味着他们有特权 去亲近神 去敬拜神 与神相享受 这种相交的生活 就是诗篇第一篇里面 勾勒出的那个根栽在溪水旁 溪水就是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关系 深深地享受在与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恩约和团契里面 与神相交的 就是生命的源头 因为神就是生命的源头 这也是约翰 使徒约翰所讲的 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里面 我们乃是与父和子相交 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和子相交 当你们接受我们所传的 这个神的话的时候 你们就是与父和子相交 与父和子相交 这就是生命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认识你所拆来的 耶稣基督就是永生 所以神义人 他们蒙神的慈爱和信实 得以与神相交 在神的殿中 在神的愿里 享受神的护辟 享受神的祝福 享受与神的团契 因此他们的生命是充满 充满的生命 虽然年纪衰老了 但是他们仍然结果子 生命仍然丰盛 他们虽然经历火一般的试炼 夏日的烈日 但是他们的充满了枝浆 叶子也发青 这就是一篇里面讲的 暗时候结果子 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蒙神祝福的人生 足以显明了 耶和华是正直的 祂是我的攀石 我的攀石就是我的山寨 我的保障 我的保护 我的庇护 我的救赎的意思 在祂毫无不义 祂是全然公义的 正直的 祂照着祂所应许的约 以慈爱待我们 祂在我们所行的是义 就是罗马书里面说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 如何称罪人为义 这就是上帝的义 同样也是因为上帝的义 上帝去刑罚那些 照着祂的公义 刑罚那些不敬钱 顽梗 愈慢的恶人 作孽的人 照着他们该受的刑罚 去刑罚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世人为什么称颂神呢 因为对神的认识 认识到神的慈爱和信实 如何认识神的慈爱和信实呢 透过上帝的启示 而上帝的启示 是不但透过祂的话 还透过祂的作为 祂手中的工作 祂的作为 那祂的作为什么呢 不但透过祂创造 还有就是祂在生活当中护理 特别是在祂百姓身上 实行的拯救 因此神的儿女们 蒙了神的恩典 得以看见神 得以认识神 得以蒙了心油 使我们苏醒过来 明白 认识神的作为 认识神的名字 认识神的慈爱 认识神的信实 我们因着认识神 而被祂的慈爱所吸引 因着认识神 而被祂的荣美所吸引 因着认识神 被祂的恩典而感动 甘愿地去称颂他 去敬拜他 这是一个蒙恩的人 没有办法禁止的事情 心被恩感称颂神 这样的生活 就是合乎神创造的目的 合乎神创造的次序 让神做神 让人做人 人去尊容神 去敬拜神 这就是正常的次序 因此被称为美 称为善 所以弟兄姐妹 大家虽然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 我们也时常软弱和跌倒 时常心被诱惑 爱自己 爱世界 不爱神 常常忘记神 我们也常常怀疑自己 在这个地球上 到底我们生存的空间在哪里 发现不了自己的恩赐 发现不了自己的使命 常常感到彷徨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彷徨点好 但是在彷徨的时候 一定要迫弃地祷告 主啊 你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不只是让我们 多排一些二氧化碳 消耗一些氧气而已 白占一个空间 消耗地球的资源而已 你让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分明是有你的计划 我父母生活可能是偶然 但是你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有你自己的满意 主啊 虽然我愚昧不知 但是主啊 引导我 透过圣经 你告诉我们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一定有计划 求你引导我 让我明白 并且 即便我不明白 你也带领我 暗中引导我 物理 使我不至于偏先挤路 进入到你给我安设的道路当中 到有一天我明白 回想 哦 我走过的路 都有你暗中的引导 你所带领的路 都是美善的 让我也能够 将你配得的尊从 和荣耀归给你 主啊 引导我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 认识神的慈爱 认识祂的信实 祂的慈爱 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的信实 是我们的依靠 我们透过基督 可以全心地去依靠祂 透过基督 祂已经解决了我们 与上帝之间 一切隔断的墙 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透过学习祂的话 透过在生活当中 顺从和经历神的话 更多地去认识祂 体会祂 也能够将我们 该归给祂的荣耀 送赞 归给祂 去敬拜祂 并且也传扬祂的慈爱和信实 盼望弟兄姊妹成为 真正歌颂 至高者名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祝福大家